进化论强调生命一直在进化 为什么现代人类停止进化了呢? 老规矩 先问是不是 再问为什么? 现代人类真的停止进化了吗? 并没有 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的物种一样 一直在进行进化 只不过相比于人类不到百年的寿命 进化动辄需要成千上万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体现出来 所以我们很难感受到人类的进化 对于达尔文的进化论 网络上不少人并不认可 甚至认为进化论是谬论 达斯也不承认 人类进化是由古元进化而来的 也不承认人类是现代黑猩猩的兄弟 更不承认 人类竟然起源于非洲大草原上 进化论作为一种理论 也是假说 严格来讲 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假说 任何理论的诞生 都是先提出自己的假说 然后不断地进行验证 当然 任何假说都不是拍脑门想出来的 都是经过大量的实践观察总结出来的 而且啊 现代进化论 早已经不同于达尔文时代的进化论了 现代生物学 解剖学 还有基因遗传学等学科的快速发展 使得进化论 站住了脚跟 被主流科学承认 现代生物学发现 男性Y染色体 可以一代代传承下去 同样 女性的线粒体DNA 也可以传承下去 利用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 生物科学家就可以推算出人类的进化石 最终的结果就是 人类起源于非洲大草原 不仅仅是生物学 很多化石证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科学家们推算出了灵长类物种 在进化道路上的不同分支 可以得知 人员类总科 在大约2000万年前走向不同的分支 然后1200万年 人走向不同分支 接下来是人亚可 大约在8万年前走向不同的分支 之后是人族走向不同分支 其中一个分支 就是人类的祖先智人 另外一个分支 就是黑猩猩 也就是说 智人和黑猩猩 大约在500万年前 就走向了不同的分支 地球生命的进化过程 就像是一棵成长的大树一样 会长出很多的分支 当然 人族到其中一个分支智人 中间也经历了很多的细小的分支 除了智人 还有其他人种 不同人种的进化 都需要漫长的时间的积累 绝对不是几年几十年 就能体现出来的 进化的过程 为何会如此的漫长 主要是因为 一旦一个物种适应了周围的环境 物种就会趋于稳定 因为任何一个物种 存在的基本条件 就是保持基因的稳定性 这样才能够让一个物种 更好地传递自己的基因 当然 这种稳定是相对的 任何物种在繁衍下一代的过程中 其实都是在进化 都在发生基因的突变 而基因突变 说白了 就是进化 但只有突变 积累到一定程度 才能引起明显的进化 也就是说 需要足够多的基因突变 而这恰恰 需要漫长的时间的积累 现代人类没有停止进化 只是进化的不明显 但在某些地方 也是有体现的 比如说 巴窑族人 生活在菲律宾的大海上 长期以来 他们都以海为家 这种独特的生活方法 造就了他们独特的进化方向 让他们更加适应海洋生活 巴窑族人的脾藏 不同于一般人 他们能潜水到几十米的深度 并且能憋气 长达十几分钟 而普通人憋气几分钟 已经是极限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巴窑族人 适应海上生活的能力 越来越强 最终甚至可能进化出 两栖物种 既能适应陆地生活 也能适应海洋生活 这就像电影 《未来水世界》里的主人公一样 长时间的海上生活 让它进化出了腮 可以长期生活在海水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